你們要先T-Break嗎? 要T-Break嗎? 我是覺得說就是我們問問問,然後如果提早結束 因為我們這個場地到九點半,不一定到我們問到那麼久 然後我們就可以自由交流 好,好,那我是Ciel高,目前是開關文化基金會的董事 今天這個活動就是很高興跟各單位一起舉辦 然後其實在這邊要講就是說我們其實有這樣一個國際交流的計畫 在開放文化基金會上大概每兩到三個月就會有一個國際的講者 然後來台灣我們安排類似主題 這樣子跟開放文化跟開放自由軟體相關的這些議題 那下一次的時候其實是在12月9號 有從紐西蘭來的這個LUMIO團隊 他們是做一個分散式的決策系統 就是在佔領華爾街之後 大家發現你可以叫50萬人上街 可是你沒有辦法叫50萬人做出一個決定 之後他們想要發展那個系統 然後過去過了幾天之後 在去年的Geneb上面他們也有人來台灣這邊介紹 那在12月9號的時候他們會再次到台北來 那應該過幾天就會出現報名的網頁 所以各位可以關注一下就是 或世界的開放文化基金會的這個 把網頁提出 好 那基本上應該就 對大家廣告時間 好 那廣告今天結束大家想好問題了 好 啊 谢谢大家